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八世纪的时候修建了天主教教堂 也成为萨尔斯堡州比较早期的天主教聚集地 小镇其实今天只有三千多人居住在这边 在小镇中心的花园当中有一个露天博物馆 这边其实是展示在五世纪到八世纪时期巴伐利亚居民区 其实在1816年之前马特纪小镇这个区域都是属于巴伐利亚州的 所以在早期居住在这边的都是巴伐利亚人 当时的建筑大部分都是草物 每个建筑都有不同的用途 这个博物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修建的 它不光是作为博物馆使用 也是当地小朋友的活动中心 让小朋友在学习历史过程当中又可以得到更多的快乐 马特纪小镇周边有山有水 在奥地利人的概念当中是个非常不错的度假生地 早期也有很多的犹太人在这边修建他们的度假小屋 曾经一时也被称作是犹太人的度假区 今天马特纪的房价在萨尔斯堡州 甚至是整个奥地利都是非常昂贵的区域 很多的有钱人都喜欢居住在这边 如果你是帆船爱好者 那么马特纪是个不错的度假区域 这边你不光可以练习还可以停靠你的船只 价格都非常合理哦 如果你喜欢老爷车 那么来马特纪就对了 在Fat Traum博物馆当中 你可以看到很多非常棒的老爷赛车 还可以重新认识一下非常著名的汽车工程师 费迪南保时杰先生 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坐着老爷车出去玩一圈哦 好了这里是奥地利周小胖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订阅收藏 如果有关于旅游方面的问题 您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吧 拜拜